大黑車開到住家前方 駕駛下車大搖大擺 把勤務停車的巨馬 直接移到馬路上 還熟練的倒車入庫 但這根本不是他家 車子停好後 還悠哉的整理東西 囂張停在別人家車庫 讓屋主超傻眼 覺得你誇張 是買車買傻眼 丟了三個多次 這個駕駛誇張的 停了一小時四十分鐘 甚至要開走時 還把垃圾扔在別人家門口 屋主回家才發現不對勁 氣得把監視器PO網 問說這到底該怎麼辦 事發是在二十四號晚上 台南市北區花園夜市旁的民宅 駕駛一次找不到車位 就闖入別人家 就這麼剛好 當時候屋主一家人出門 去看路兒門煙火 沒發現 但這樣的行為已經觸罰 可能構成刑法侵入住宅罪 罪重可處一年下有期徒刑 同時如果該車輛造成 土地所有權人無法進出 可能構成刑法強制罪 最重可處三年下有期徒刑 土地所有權人 因該民民眾的擅自停車 也可以向他請求 相當於租金的不當得利 律師也建議 如果遇到這樣的狀況 千萬不要破壞車子 把車子停在前方 或是拉下鐵門 甚至鎖車都可能會構成強制罪 最好的方式 就是請拖吊車業者來拖車 記得全程錄影自保 但再看一次這離譜畫面 把別人家車庫當自己家庭 任誰都無法接受 華視新聞